韩国方便面出事了 经过咱们国家的一个检测之后 国内销售这方便面 这一款方便面还真是没什么事 而且很奇怪 这个方便面 大家一般很针对 就是一个面饼 对不对 据说韩国出事是在调料包里 本来调料包 它的制作 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以就是一些粉混一下 这样的话 它倒也不需要经过什么高温加热 就算我上学的时候吃的方面 基本上就这种很简单的一个料包 是吧 它放点盐 放点香辛料 放点味精 放点什么葱花和紫菜末 最多再给你搭个油包 现在它是非常复杂的 它有油包 有酱包 然后还有菜包 是吧 粉包什么的 有的时候它多的来四个 那么在这里边 那个油往往不是一般的油 它叫调味油 调味油可能也经过这些高温处理 然后这个酱也是炒过的 或者是跟其他的调料一起增香过的 那么这个增香的过程当中 如果温度掌握不好 它也是有可能产生致癌物的 还有一些 就是它放一些动物性的油 这动物性油在炼的过程中 如果它不控制好温度 也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调料包里出现问题的 但是咱们调料包这个问题 能够解决掉 那这个方便炼 它就是安全的吗 其实我跟各位说 也不一定 刚才方老师一开始出的时候就说了 说高温制作的食物 就有可能会有一些致癌物的出现 对吧 对 这个面饼本身是面 它没问题 但是它有的是炸的 油炸吗 方便面吗 在炸的过程当中 要看这个油用多久 这个油如果用的时间太久 或者说是炸的温度掌握不好的时候 它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氧化聚合的产物 过度氧化 这些东西也是有毒的 当然一般来讲 炸方便面 它不至于产生太多本命笔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温度 一般都是控制在180度以下的 所以它还产生不了 那个东西怎么也得 二百几十度以上产生的才多 我会用的 我会用的